大家又來到HKPOLO TV 今天你是否有好歌想和我們分享一下 剛剛寫了一首歌 其實我也很喜歡寫歌 這首歌的題材最主要是寫給音樂 因為我們很喜歡唱歌 很喜歡玩音樂 認識了很多自動讀學的朋友 我剛剛覺得不寫一首歌 歌還說音樂 好像不適合數 一首歌是歌頌音樂的歌 對,很特別 很健康 寫的時候 其實在腦中有很多想法 但當真的寫歌詞的時候 死了 不知從何說起 你怎樣說音樂 怎樣做什麼 自己在腦中想 為什麼音樂會令人很開心 令人很悲傷 令人的情緒很大變化 第二就是 其實音樂說真的 我們說來講去 其實音樂是何時出現的 為什麼它有這樣的威力呢 譬如說音樂 是何時來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為什麼令人很迷惘 所以我想用Bruce 背景音樂 是一個迷幻的感覺 對 Simon 我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這東西是出於大自然的 是 因為小鳥都會唱歌 是 這是大自然的 也是人類靈魂深處的一種感覺 沒錯 你覺得是嗎 是的 但是我最想思考的一件事 就是 你何時來到這個地球 有這樣的東西 讓人有心靈交替 或者心靈相通 去演繹 很開心也好 很悲傷也好 你何時出現 我就是在這裏很複雜 但是我在歌曲上 我都交代不了劇 我都不知道 總而言之一句說話 那歌好像歌名一樣 叫做 謝謝你的存在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香港的原創音樂 因為有你們的支持 香港的音樂才會越來越精彩 謝謝你的存在 謝謝你的存在 在靜淚心跳坦 聽你耀動 望眼淚吸紮到 往日甜思思 無論世界怎麼變現 受限遠距離天荒 你還喝過 你還給我 我個黑人 謝謝你 謝謝你 我愛你 你們好 看你 喜歡你 腰婆娘 謝謝你 我在我愛你 LA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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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無可否認是好歌,很有內涵、好聽 但是用什麼心情寫出來的呢? 是怎樣會出現一首這樣的歌的呢? 我真是想知道 其實作曲有時的東西很突然間出來 我走一間,那天做完運動跑完步 我正在休息,我記得我休息了 我記得在休息的時候,我潛了一點點 不夠一百米,就是一個小巴站 我靠在花槽,然後想著 那麽突然間,音樂就 就有這幾下 它帶動了你,起步 我突然間有這樣的船出現在我腦裡 那麽我就立即寄了它 那麽現在很方便,有手機 那麽立即用口說了這個船律 那麽接著,其實我都沒有 因為我覺得,咦? 那麽神秘這樣 比我這樣,這兩句的船律 很神秘這樣 那麽我家就落下阿康卡 那麽覺得,咦? 那麽很空泛,沒有什麽 那麽其實,再跟著就去想 咦?其實我想寫什麽呢? 那麽 那麽曲詞都是你寫完的 那麽我寫歌通常來講 曲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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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第一次聽 我也喜歡 我覺得自己的滿足感 覺得自己從小到大玩音樂 玩音樂時開始練習 練得不清不楚時 最慘的是跳過一場 彈得好的時候 手又痛 總是做不到很多事情 很沒信心 很辛苦跨越了 尤其是我們也喜歡參加歌唱比賽 上了一個比賽的舞台 那時候十多二十歲 真是害怕的 鼻孔也沒有忽略 但是自己又喜歡 不斷去內心鼓勵自己 Simon不要歉著 我講一句真詞給大家 我唱了亞洲歌唱 我拿冠軍那一刻 其實我那晚很緊張 緊張得我手都抖起來 舉例子當時有一個電視節目 當然有一個樓盤管理 快到你唱歌唱的時候 鍾麗強 到你 你在這裡準備好 一陣子 那一句很可愛的歌 你就可以出了 這樣就要站著等 聽前面歌唱 哇 那些澎湃的心情 真是震 那些前面的歌是誰 我忘記了 我記得他是唱《Feeling》 他怎會記得 自己也不可以成為貓王 那時候自己也不可以成為貓王 那時候自己的爸爸姓什麼都不知道 那你給那首歌是甚麼歌 唱《These Eyes》 是《Rock》的 是《Gets Who's》的 好了 我身邊跟我的工作主任說 我問我不好意思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分鐘 他說你做甚麼 他說不是,我很緊張 我想喝一口水 你知道這些時候又咳嗽 又想談 咳嗽啊 諸如此類 看得出來 可以 現在還沒住 我還沒住 那我就在一個化妝間 對著鏡子 我走過去 我喝了一口水 我跟自己說 鍾惠強 如果你今晚因為協助而輸了這個比賽 你不要走出來 我心裡說不是我對著鏡子 不是開聲 我心裡說對著鏡子 大家有想做唱歌事業的人 你真的要聽聽聽 如何克服這件事 這是經驗 而贏了回來的 為什麼 繼續 一說完之後 內心的恐懼 真的沒有了八九成 還有那種表演慾 哇 其實沒有機會上這麼大的舞台 其實之前 每個人都很有表演慾 你才找到音樂中去唱歌 但一有機會唱的時候 怕得震得很麻煩 但內心說完之後 那種信心砲發 死就死了 不要管 唱歌才算 那時候還希望 快點結束 上歌的歌手 我多厲害 唱完之後 我完全沒有想過電話 那種腦袋是沒有雜念 整首歌都唱完 其實你是有舞台的天分 有 有 一定要有才行 但有天分不代表幕後不震 是出隊的時候不震 這才是天分 那就夠了 表演肉豐富 對 這樣就唱 這樣就唱 經過那一次之後 就是我人生 我明白了 變成我有機會做其他的表演 或者其他事情 有做過什麼劇集 你說是 之後 之後 有 那時候馬場 剛剛開 邀請我們去馬場表演 馬場表演很大 就是沙田那個 我都不知道幾多人 坐在那裡 幾萬人 那時候 當然不是我一個 可能有二十幾三十個歌手 整晚 從六點鐘唱到晚上 十點半 那樣 那樣 你想想 有多可見到過萬的觀眾 在香港 對 那些是很興奮 但是那時候 就不害怕 是很想上去 去表演自己 還有 走浮 走浮到外地 你知道我們 當時是一個新人 我們真的沒有什麼粉絲 我記得有一場表演 我去奔承唱 哇 我們坐在那裡 下面只有兩三千位 原來那個是站的 好像當年 站的位置 好像胡子托 那樣 站一站 我真的不知道幾多人 我猜測應該有 坐的位置有兩千 是的 站的位置有幾萬 哇 真的有很多 那時候真的 很緊張 就去唱去做 自從那次拿到冠軍之後 那種心理壓力 我扔下了包袱之後 去到那些表演 我們就很搶僵了 今天就多謝大家收聽 收睇 多謝 謝謝 謝謝